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要做得很細 就要很花時間的 最後這邊底下的話 大概一下就好 讓它貼起 不要像狗啃的那麼嚴重就好 就是有一個大概就可以了 那就回到邊邊的 把它繞過來 最後回到原來的位置 完蛋 這個樓邊怎麼樣呢 這個樓邊最好不要太大 為什麼樓邊變成 這個可能改個3或改個1 1或2就可以了 少一點點 那怎麼辦呢 取消全取 這是第一種方法 我先示範第一種方法 那因為這個樓邊注意一下 第二個你也可以用什麼呢 魔術棒工具 這魔術棒工具點一下 它可以怎麼樣呢 快速的幫我做選取 那第二次選的話按加號 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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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現在選的是它背景對不對 我要反過來 按右鍵怎麼樣呢 叫做改選未選舉部分 然後呢 這招非常好用 你看喔 這招非常好用 這招會快很多 先用什麼呢 魔術棒 第一次用這個 第二次用加號 第二次用加號 加加加加加好之後 改選未選舉部分 再把它怎麼樣呢 複製 再到這邊怎麼樣 右鍵 可以上 這樣就過來了 移下來 校長就過來 然後呢 右鍵 檔案 印存新檔 01 什麼 06 這樣就好了 這20分就拿到了 就不會被扣到分數了 那記得存在哪裡呢 記得要存在 我們的C碟底下 在哪一個呢 web01 web01 裡面的什麼呢 image 對 確定 是否 是 確定 好那 回到我們的front page 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會不會出現 沒有出現對不對 那怎麼辦 檢視 重新整理 出來了 就可以做後面的動作 OK 好那 應該基本上 不會太難啦 我教各位都是 最精簡的方法 就是很快的可以學會 那 不過呢 我講過 因為有五類的題目 總共會有十題 那 第一跟第六 重複題 所以 我印象中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全部都解完 好 好像只有解到 第五題嘛 是不是 你有全部看完嗎 好像 你記得我沒有看到 第五題 蛤 沒有看到第五題 沒有看到第五題 是不是 那可能後面還要再把 第五題再放 放上來好了 或者再看怎麼 怎麼怎麼怎麼 這個 網頁設計 有啊 有本啊 電子相簿啊 有沒有 有沒有 OK 好 那其他齁 你們再試試看齁